主席 為了一層樓 很多打工仔要捱著份量 只縮食過日子 生活質素隨之下降 樓價的升幅更瞭殺澳門人努力工作 社會價值受到扭曲 對此特區政府也很清楚意識到問題的所在 每一年都很重視房屋問題 包括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 每次都很用心去強調政府是想作為 甚至是不斷拋出要興建的公屋數字 可惜遺憾的是 政策在變 生活不變 政府一再強調樓價高主要是因工需的失衡而導致 為補足供應 政府主要以公屋充數 除了落實前萬九 又進一步規劃後萬九 包括莫拉市 大馬路發電廠 林茂彤等六個地段合共 提供4,600個單位 由計劃在偉龍馬路地段興建8,000個公屋單位 再加上長期規劃的A區填海 28,000個公屋單位 更積極收地建土地儲備 作出宣告土地批級失效的批示 現在已經有38個 涉及的土地面積合共40多萬平方米 這些數字相信每一個澳門人都心中有數 大眼太山地仍然未變成熟地 田海仍未是地 收回地又有官司前身 海市順流又如夢幻泡影 何年何月能建成都是拍心口掛保證 但在未有結果之前都難成定規 居民只能信以為真 笑一笑世界的美妙 即使有公屋的數量 但公屋的制度只是針對弱勢的群體 仍然有不少的打工被排除在外 更何況現時的公屋量增多足少 在如此形勢之下 短期只靠公屋打轉已經不是現實 樓市的調控已成為社會的主導出路 過往政府亦接連出招 先後推出樓十招和新白招等短期的調控措施 由於政策未能對政下約 成後始終難以顯現 有招便無招只能站邊觀望 近期為壓抑樓價內地香港再推勒應對 尤其是香港針對非首次置業購買住宅 或一徵收百分之十五的高稅率引發稅 對穩定房地產市場 是起到一個震懾的作用 但反觀澳門賭收有所回聲 政府仍然是觀望再觀望 澳門人更只能夠是望天打掛 世界再變 人亦都在變 以不變應萬變 已經成為過去式 主動出擊 亦都成為了世界的新趨勢 特區政府又必要及時制定合理有效的措施 推動私樓市場和公屋供應平衡協調發展 實現人人安居 本日建議應該由經財資牽頭 全面統籌負責房地產市場的研究 協調和制定政策的工作 並應實事求是檢討過去兩次調控的政策 尋走不足 制定具針對性的政策 如借鑑其他地區的階梯式房屋稅等策略 從而引導促進私樓市場合理健康發展 同時要加快程序 推動公屋的興建 尤其面對如此多數量的公屋建設 更應適時思考以公共企業形式為主導 推進興建 實現公屋的質與量發展 多謝